看一下就是有關於分組和作業設定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以我來講我是比較抽籃 我都是用小組作業的方式 因為這個同學實在是人數太多 我們要一個一個交作業 一個一個改作是沒那麼多時間 那我們就是分組 分組的時候我們可以在我們九小邊 老師可以看到我們九小邊這邊 有一個小組三區 這裡有一個小組三區 民主委員進來之後 像我現在 其實因為像這些作業就是我之前的作業 我就直接會進來的 那我就這邊民主去設定 他會從這邊直接新增組別 他們要幾組 那麼平常我們會有 如果同學他有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請他們在這邊討論區 或者是作業的下面他可以直接做討論 那有回應的時候呢 其實他會發信 通知那一組同學 正常會講應該他們都會收到 都會收到 那麼這裡有一個可能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說 組員的話 這裡 組員的話 他有一個是組長 那麼假設你要交作業的時候 是只有組長可以交作業 是只有組長可以交作業 組員沒辦法交作業 如果您作業是個人就沒差 但是如果是分組的時候 所以他可以從右手邊所謂的設為組長 就把同學這樣新增進來之後 就看哪一個是組長要稍微設定一下 這是第一個就是在這邊 那 您如果有做這個小組專區的時候 其實他 您如果從這邊點進去 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一組 哪些作業交了沒有 哪些作業交了沒有 所以從這邊就可以直接 去 等於說管理我們那個作業 像老師在改作業 也可以從這邊來做 這樣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是 在分組的部分 那麼同學如果說 作業繳交的 如果他做得好的 這個作業的部分我們 老實說我新增了 在這裡有幾個功能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要不要允許遲交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比較重要 個人作業還是分組作業 如果有分組的這邊 你們有把它設定好 現在他比較聰明一點點 這個學期還有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 要不要開放繳交 也就是說可能 我有些作業是像我們從上個學期 或去年的貨進來的 那個作業的話 時間還沒到 所以我不用先公佈 我可以先打好 雖然您現在看到這邊 在這裡 我們的作業 所以 我後面這裡三個是還沒有開放的 所以同學就不會看到這三個資訊 他不會看到已經有開放出來的 所以老師其實不用說 我要不要作業了 我才打 不用我可以先弄好 整個學期下來就比較輕鬆 就比較輕鬆 反正 所有事情都先做好就對了 我們只是到後面就是按部對方 把它開放出來就可以 這個呢 作業的內容裡面 點進來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的內容 像作業它這裡也有個寄信通知 所以聽到我開放完的時候 我就會通知他們 這裡就 要不要開放 要不要開放他們 那就是允許 遲交 如果 老師您的作業有允許遲交的話 比如說您看到像 這邊 這裡 同學超過時間才交上來 因為有些同學 他會搶在最後一輛上車 可是常常會遇到的情形在外面上傳的時候 比較慢 那感覺上傳就超過5月12點 然後他就會 跟你聯絡老師 我還差一點點沒有上傳完 因為超過時間 所以他哪會開放私家 那我們從這邊 這裡 就是 可以看得到 誰遲交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很清楚 OK 那評分的部分其實也可以從這邊做 就是一樣從這邊做 那這裡我平常會有一個 就是老師有看到有個贊的 這裡 就是如果同學做得好的 我就給他一個贊 跟臉書一樣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贊 這個是所謂開放觀摩 也就是說 如果我這個之後同學 他可以點進去看一下參考店 同學做得比較好的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就對同學來講 也是不錯 他也可以看到別人同學的資料 那如果沒有人他就沒有辦法看 沒有這個手的就沒有辦法看 這個是 我在 就是 使用座位上的部分 平常我自己在 發布座位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在課堂上就會講 這個座位要怎麼教 所以真的 就算我這裡寫了很多 還是有些東西我都不知道 這很正常 所以我平常都會上課的時候我都錄下來 你不想用看的就用聽的 當時 我跟你講 老實說是一樣 比較 就是因為會有同學 比較那個 沒辦法 只是說 做一個廣告 他要用聽的 因為有時候聽的 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那個大概怎麼做怎麼做 可能同學 會比較方便 那或者說文字我就不用打那麼多 我就直接把它錄好 就上課的時候順便錄起來 這樣子 所以 老實說我跟小組之後記得一下 只有書長可以上場 那這個就是開放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那個手的部分 好 那我把畫面就傳給老師囉 您可以